只要四五千的苹果14 pro 你心动了吗 嗯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大家请看 这是iphone有索机的单子 很多兄弟一看这价格就立马绷不住了 特别是高卡丸的学生党 对有索机情有独钟 为了便宜几千块 即便是打孔开卡槽也在所不辞 嘿嘿嘿嘿嘿嘿 但俗话说一分钱一份货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好了 我们下面继续搞机 这台是国航官换的苹果14 pro max 外外没有任何磨损 全新被激活 搭载宇宙最强a16芯片 6.7英寸高刷屏 像这种512G的大队存 品质和全新机一样 但价格差了上千块 还是很划算的 这是发布才几个月的华为p60 洛可可白的配色 颜值非常高 搭载骄龙八加芯片 虽然是4G的 但信号肯定比苹果好 107英寸的高刷屏 显示也很棒 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这是一个大学生要的21款iPad pro11寸 外观做个很精致 没什么磨损 大仔吊炸天的m1芯片10英寸高刷屏 绝对是削强办公的好帮手 再搞台蓝色的苹果13 外观很新 没有半点磨损 大仔15芯片 10英寸OLED屏 电视效率100%充电只有12次 使用体验非常丝滑 品质超棒 还有这台苹果12 电视效率100% 充电也只有十几次 外观没有磨损 层次很新 搭载a14芯片 性能依旧流畅思华 再生三年都是小case 这是常常小哥要的苹果14pro 光再保半年 层次很新 搭载a16芯片 电视效率100% 还有60英寸的高刷屏 显示效果和手感都很棒 拖拖的小钢炮 这是卖的30pro5G版 外观只有轻微磨损 搭载70990芯片 虽然发布已经四年了 但依旧很受欢迎 属于华为的巅峰之作 还有这台华为p40是一位朋友要的 搭载709905G芯片 日常使用也比较流畅 这是美版的13promise 机身只有轻微磨损 搭载马学的15芯片 又挺轻松高刷屏 无论是续航还是性能 都非常的强悍 比国行少个5600很适合单卡的用户 这是IQ67外观比较新 搭载天机9000加芯片 相当于骁龙8加一 使用体验还是很丝滑的 性价比很高的机型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156U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凭债很稳定 三代是这个落达156A1 音质非常好 四代是156E支持空间音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